魯特的周邊商品現正販售中 現在還有騎士提代喔 如果您很喜歡魯特的影片 想要支持魯特的話呢 我會把周邊商品的網址 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喜歡的朋友們 看完影片之後 記得去選購喔 I thought it would kill me to fall again But I hit the ground running So I didn't feel a single thing My mind was occupied Man, I was on a high I could run forever to get a minute Just a minute every time If this is what it's like I could get used to late nights Dance in my place I could get used to Long drives Cave rise Your place I could get used to Be fighting just for the hell of it And you putting up with it Cause she was a wee bit Late nights Dance in our place I could get used to It's taking the good with the bad Never had something like this I'm so glad that I found I found you in the dark Love on the weak and I'll repeat We're just another cliché But who cares anyway I could get used to late nights Dance in my place I could get used to long drives Cave rise I could get used to Faire rise U f nein Dance in my place I could get used to Late nights Dance in my place I could get used to Long drives 我們今天紅石林道 然後等一下我們出發的時候 就是第一個點關山的Seven 大家就在現在Seven那邊 然後可以買點什麼麵包啊 什麼吃的有的沒的 因為我們只能騎到10K 10K那邊有一個管制站 管制站它管車不管人 如果你要進去的話可以 可是車子沒辦法騎進去 過管制站之後再往前走2.5公里 有一個竹林 我看那個圖片是還蠻漂亮的 去呦好不好 我們今天去呦放鬆 經過昨天麗家林道的探險之後 今天一早 波比哥因為膝蓋有點外傷 貼了人工皮 加上今天我們要去的林道 可能又是濕濕滑滑的狀態 所以今天我們臨時決定 把一組人拆成兩個小隊 分開行動 對阿如果你覺得洪石林道 你真的有一點會嚇嚇的話 沒辦法上去的話也OK 就可能是在關山Seven等我們就好了 你這個好像是在講我是不是 我呢一樣跑原本預定的行程 除了波比哥之外 CC哥則是因為昨天在到了治本海灘後 過水泥石塊的時候 不小心去A到打檔桿 讓他老婆的CC50 進退檔都要用TRI的 當下他可能是求生慾望強烈 所以馬上告知他老婆 最後決定今天 去台東的普悠瑪一節租車 租車 租一台Duke來騎 接著前往昨天原本要去 但是沒有去到的比利良 藍沙吧 所以如果你也想要參考這趟我們原本要跑的路線 可以到波比哥的頻道去找找看比利良藍沙吧 沒有 他現在比較CC50了 他今天有人怎麼樣 來自己講 他怕被我老婆罵 你決定這個是可以播的嗎 可以啊可以 而且我感覺好像哪裡去都去不了 你會到我遠 你上過去就好 有一個人騎他CC50從台中出發 晚上9點起到早上幾點 也差不多是9點 騎了十幾個小時到台中之後呢 他決定在普悠瑪一節租車租車 非常的特別 好啦 祝你今天可以順利的完成 你們兩個就難上講難啦 沒問題 好啦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準備要出發 現在時間已經超過9點了 過去呢 路程大概是一個小時 又10分鐘還是15分鐘 準備出發 哥哥 一早在整理完東西之後 我們也準備展開這第二天的旅程了 各位 我們現在準備要 終於要出發啦 算是很準時的一次 現在才遲到10分鐘而已 不錯不錯 有進步 你們要小心起喔 還好啊 下中午見啦 中午見 觀光客 觀光客路線應該好 哈哈 出發的時候我雖然一樣興奮 但是沒有熄火了啦 今天的第一個行程 我們則是準備前往 位於海端鄉 與觀山鎮交界處的 紅石林道 出發之後 我們一行人沿著台9線 一路往北騎乘 如果你之前有follow帶觀眾去騎車這一系列的話 應該可以很常看到 我帶路帶到迷路的狀況發生 每次只要是我帶路 我都是開著導航 一路也都是按照導航的提示前進的 但是Joe是不知道為什麼 總是會走錯路 平常自己騎車迷路也就算了 可以順便看風景 有探險的感覺 但如果是一群人出遊的時候迷路 這情況 真的就會變得蠻複雜的 有些路段可能是單線道 有些路段可能是馬路口 沒有辦法回轉 原本預定的計畫也會因為走錯路 導致騎乘的時間拉得更長 但是 騎乘時間變長 我相信對騎士來說 一定是喜聞樂見的拉 但是如果拖到後面的行程 導致我沒辦法玩得盡興 那就真的會有越來越多的遺憾了 所以拉 後來我學乖了 在每個點要出發的時候 直接從觀眾裡面 選出一位帶隊的路隊長 每個人輪流一次 這樣不僅不會迷路 我也可以在隊伍的後方 記錄著大家騎車的影子 有字幕志愕 But I will break your fall Even if you don't love me Even if you don't love me 在台九線上 我們飽覽了整個花東縱谷的美 從台東市區出發 在騎了超過一個小時之後 我們終於來到了關山鎮 在關山7 停下來稍微補給了一下之後 就準備繼續出發了 出發之後我們從台九線左轉 接到了東武鄉道 騎了一小段距離之後 進入了紅石部落 說到紅石林道 就一定要提到紅石部落 紅石部落位於海端鄉 還有關山鎮的交界處 花東的行政區域劃分 其實蠻有趣的 以中央山脈與花東縱谷 平行劃分成不同的行政區域 從花蓮的萬榮對應瑞穗 濁溪對應玉里 到了台東 就變成了海端 對應岩坪 關山 陸野 這樣行政區域的劃分方式 在紅石部落裡 尤為明顯 因為紅石部落 正好就位在海端 與關山的交界處 在紅石部落 道路的左右兩側 剛好分別屬於海端和關山 所以這陸燈的造型 也是兩邊不一樣的 右邊是直接架設在電線桿上 左邊則是重新設計過的路燈 如果有前往紅石部落的朋友 我覺得可以在部落裡住足 細心看看這在道路兩邊 兩種完全不同風格的路燈 其實在湘羽鎮的交界 真的是蠻有趣的一個現象啦 中文字幕提供 而紅石林道的入口 則是位於紅石部落聯絡道上 的派出所 因為我也沒有來過 所以只是從網路上查資料 這派出所是看到了 但是這林道的入口處 卻用黃色布條圍了起來 當下看到 我的第一個反應是 靠 封起來了 傻眼 這個我們就不要硬闖好了啦 那我們這邊先休息一下吧 等一下我來排一個 我們去海邊好了 我們今天原本要來呢 是騎這個叫做紅石林道 那因為前陣子風災 剛才那個林道口呢 放了一個就是在修路啦 那所以說我們今天如果遇到這樣的狀況的話呢 我們就不要再硬要進去了 所以我們決定 在這邊呢 我們現在在這個 這應該是紅石派出所 重新怎麼樣 直接這個安排行程 反正台東我們也很常來嘛 所以就是紅石林道 我們就下次再來就好了 等下來排一下之後呢 我們就準備要出發了 在這邊我看到的入口處有黃色布條 應該是沒辦法進去了啦 所以發揮出我們隨遇而安的精神 打算臨時找一條隨便什麼路去騎 不過就在我都把裝備卸下來 拿起手機要找新的點的時候 遇到了一位在這邊工作的阿伯 還有另外一位居住在這邊的居民 通常這次很慢的話30分鐘 好 你的機會30分鐘我們大概要兩倍 我們路不走 所以到那個管制站就可以了 所以到管制站就好了 因為在過去那個路還在修 最後在這位部落大哥的介紹下 我們才知道 原來施工的地方是在10K的管制站後 有一顆超大顆的落石 直接砸在路上 不過我們原本也就只打算騎到管制站 就折返了 所以對我們來說也沒有差啦 跟他們說了聲謝謝之後 我們也準備重新整裝 踏上這一條 未知的紅石林道了 各位我們這個劇情呢一再的反轉 原本我們剛才以為說就是 它那個施工是上面有路崩的或是怎樣 可是據當地人說 因為我們剛才遇到了兩個 還遇到了兩組 他說其實是可以上去的 那它前面的這個施工呢 講的是管制站後 所以呢我們現在打算就是直接到管制站 那我覺得以我剛才稍微飛了一下空拍機 上去看一下這個路況 就是路況其實比昨天的還要好 那等一下我們一路上去的時候 就是也是慢慢騎小心騎這樣就OK了 這邊還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像是風災過後來這種地方啊 或者是有下雨或是什麼的話 要進去之前呢千萬好不好 衡量自己的能力 那我們這次人也比較多 所以萬一有倒車什麼的話 大家也都可以馬上扶起來 還OK啦 就準備出發啦 今天騎的這條紅石林道 全段路面都是由水泥鋪裝的 要我來說的話 其實這條路的屬性 我覺得算是比較偏向產業道路 而非林道啦 並且它也是一條周圍環境更加原始 風景更廣闊的產業道路 甚至近期 還有人目睹台灣黑熊 出現在林道上覓食 當下其實我還蠻希望可以 遠距離遇到黑熊的 才剛出發不到3分鐘 我們馬上因為路邊的展望 又停了下來 看我這裡視野真的超讚的 各位有沒有看到我後面這片風景 我們才剛出發不到30秒而已 我沒有這樣慢慢的停下來 這是一個半山腰 我相信它到最高點的時候 應該會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 大家都已經忍不住停下來拍照了 那些警車它一直用開到那個管制站 騎車來或者是開車來的時候 應該是說它路浮相較於很多林道來說 雖然它叫紅石林道 可是它的路浮還有路況是蠻好的我覺得 路浮你看 這個不知道可以塞一下幾台車了 所以如果你有來的話 就先記小心開就好 會車可以會車 但是如果兩台車同時擠在一起的話 可能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等一下我們就準備繼續往上 OK 可能連0.5K都不到吧 我們已經可以獲得這種空拍視角 所以在我停了第一次之後 其實我對這條林道的期待 就越來越高 越往上騎 看到了風景 應該也會越來越壯觀吧 每每要進入林道前 我總是會在前幾天 在網路上先查詢資料 規劃路線 雖然自己騎林道的經驗 真的不算到太多太豐富 主要都是尋找那些 可以讓我和珍珍兩個人 安全騎玩不會弄得很狼狽 或者是路況比較好 風險比較小的林道 而從自己開始規劃路線以來 我覺得林道騎行的路線規劃 比起公路旅行 難度真的是高太多了 撇除每一條林道路況都不一樣 台灣又是颱風 豪雨 地震 頻發的一個地方 所以大多時候 我所查詢到的那些資訊 幾乎都是參考用的 也因為事前的規劃困難 所以我特別珍惜每一趟 在林道裡的騎行 畢竟誰知道這次來騎完 離開了之後 會不會就此成永別 而這次來了這條紅石林道 我覺得大概是我騎車 拜訪林道以來 花最多時間 在眺望山腳下景色的一條 一片片看上去 劃分整齊的綠色稻田 卻有著不規則的幾何 也因為珍惜林道騎行的時間 所以在這條林道上的大多時候 我都是速度放得比較慢 眼睛一直四處張望 盡可能收納更多的林道風光 各位觀眾 既我們剛剛停的下面那個地方之後 我們現在又再往前騎了 大概500公尺吧 我沒有停得下來 因為這邊的風景實在是 太出乎我們的意料了 它就會跟昨天的麗家林道 我覺得非常的相像 因為麗家林道呢 它給我的感覺就是 一條永遠都騎不完 然後你一直在爬升的林道 那這條給我的感覺也是 我們現在呢 這個就是空拍四角 可能拍起來會有一點 因為我是用廣角拍啦 它拍起來可能會有點 不是那麼的清楚 海岸斬脈非常的漂亮 今天真的天氣太好了 我相信過不了五分鐘吧 我們應該又要再停下來 從Google map上 今年六月的街景來看 今天我們所停留的 所看到的 所有展望點 全部都是被茂盛的樹木擋住的 如同昨天的麗家林道 前陣子颱風 可以說是重創了台東 所以林道旁的樹木 也是倒了亂七八糟 看起來算蠻淒涼的啦 但是七糧歸七糧 這也帶來了另外一個好處 那就是反而樹倒了 從整條林道上 你無時無刻 都可以完整的眺望整個花東縱谷 還有海岸山脈 雖然說偶爾會有幾根很大的木頭 就倒在山壁上 看上去也觸目驚心 但是現在回想起來 其實在騎完了整段林道之後 真的讓人非常的放鬆 好像是從7.5K開始 林道的路況會開始變得比較複雜一點 路面上會出現很多枯枝落葉 途中我們也遇到了兩位在管制站工作的大哥 很好心的提醒我們 後段會有虎頭峰 要多加注意 所以如果有想要前往的朋友們 一定要小心騎乘 最後我們一路走走停停 來到了到管制站前的最後一個停留點 8.5K的一座不知名的橋 8.5K之後呢 其實這邊會有一個 跟這條林道算是有點格格不入的一座橋 橋體呢非常的新 然後路況呢變得更好了 原因就是因為這裡是一片大崩壁 大崩壁它之前這邊原本應該是有一段路啦 或者是也是一個橋啦 因為崩壁石頭全部下來之後 把這個東西全部充斷了 其實我們就在這邊稍微停了一下 因為我們其實今天呢 騎這條林道 短短的10K 我們應該騎了一個半小時了 因為我就一直停下來飛東西 然後又排東西 那我們等一下呢就直接 最上面見啦好不好各位 GOGO 騎乘到了這邊 經過了這座不知名的橋樑 我們距離管制站也不遠了 這裡就是我們今天的最終站 管制站 到了這邊之後我們就沒辦法再過去了 所以我們現在在打算在這邊 先稍微休息一下之後 等一下就準備要去池上吃便當了 同時林道啊就是過了管制站之後 很明顯的感覺出來這路況稍差 然後據說呢 路上掉下了一顆超級大的石頭 所以現在正在修爐 想要過去呢也沒辦法過去 就算沒有石頭的話 你來的話呢好像也要先申請啦 所以說如果你要來然後並且 你有打算要進去裡面的話 摩托車和汽車絕對是不可能進去的 所以你要進去的話就只能用走的 因為它其實在往裡面走 它有一個很像是這個 夢中竹林的那種感覺 可是離這邊呢大概2.5公里 所以一共來回的話就是5公里 因為我們今天啊如果要走進去的話 以小弟的體力呢 基本上我覺得走進去再走出來 起碼就是兩個半小時去了 那我們下午呢還有1197 所以這次我們就不走 等一下就直接要回程了 雖然在管制站這邊你看不到任何的東西 但是大家一定都知道 騎車的樂趣嘛 就是在我們沿途停留的那些景點上 所以其實在管制站這 我們只是站在原地聊天 稍微休息個20分鐘 就準備下山吃午餐了 紅石林道雖然沿線都是水泥鋪裝露面 但是周圍的環境真的比較原始 保留了山林的天然風貌 擁有豐富的自然生態 下次來我想我應該會申請入山 往前走個2.5公里 去探訪一下那一片夢中竹林 這一次就當作是探路的旅程啦 一路下山我們又重新欣賞了一次 紅石林道上看出去的美景 最後大家平安的回到紅石部落 接著就準備前往池上去吃午餐了 紅石林道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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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午餐其實我沒有特地安排餐廳 簡單吃了兩個池上便當 順便休息幹化了一下之後 就準備前往今天我很期待的一個路段 197縣道 各位我們現在吃飽了 我們今天中午吃的午餐呢 午餐現在吃完飯超想要睡覺 可是呢我們怎麼樣 我們還是要硬硬的出發 下午呢 則是我們這個 期待已久的197 現在先去池上加油站準備加個油 GOGO 吃完午餐我們從池上市區出發 離開池上前 我們先在中游的池上站 補個油量 接著沿著台九線 接到了197縣道 準備前往下一個行程 以往來到池上 我通常都是從台東市區騎乘 直接接到197 回程再走台九線 回台東市區 這一次也算是我第一次反著騎 要走197 從池上往南 回到台東市區 我是不知道這樣相反的路線 騎起來會不會跟環島一樣 不過這一轉進197 看到了兩邊的稻田之後 什麼從北往南 還是從南往北 早就忘得一乾二淨 完全不重要了啦 這一趟前往的季節 剛好是在九月中 距離稻米結碎的季節 時間上來看 相對早了一點 大概還差了一個多月 不過即使沒有看到結碎低頭的水道 這遍佈花東縱谷的綠色海浪 同樣也是讓人最新 明明還是個夏末 但時間在經過了4點之後 現場看起來 就像是已經接近了黃昏時刻 在這邊我們拍了幾張大合照 也因為時間超過4點了 等等還有一段碎石路面等著大家 所以拍完合照之後 我們也準備往197線道 出發了 映入眼簾的竟是綠色的稻田 這一段從池上到寶華的路 基本上我的視線 幾乎都放在右手邊的花東縱谷平原 隨著路程前進 越接近寶華的路面 你就會越覺得 這街景越來越荒涼 甚至可以用滿目窗椅來形容 路面上也會出現一堆 風災過後殘留的樹枝 他真的招牌啊 都被吹到歪掉了 說起這條197線道 其實我一點也不陌生 之前也曾經騎的690 來過了兩三次 每一次都騎得非常的過癮 在全線接近60公里的路段中 最讓我興奮 同時印象深刻的 就是從寶華到暖山 那14公里的原始路面 全台灣唯一一條 有著碎石路段的公路 被颱風吹掉了欸 你說哪一個 你說哪一個 欸幹對欸 喔差好多喔 他沒有那個的話應該是可以死吧 只是不知道中間有沒有 他有沒有清掉了 如果沒清掉就要再原地回頭 對啊 好那就這樣吧 對啊 從寶華這邊的街景來看 不難想像前陣子颱風的威力有多強 從路標到牌樓 沒有一個是完整的 當下在看到了這樣的景象之後 其實我心裡也做好準備了 197線道 我覺得這次的路況可能會蠻慘烈的 甚至有可能是沒辦法全線通行的 但是一群人都從台灣各地來到這裡了 當然一定要好好的深入一番 所以沒有任何的猶豫 如果真的騎到路段了 那就從原路騎出來就好 進入碎石路段的時候 大概是下午的4點半 時間說真的有點偏晚 因為接下來的14公里 整路都是碎石路面 加上因為是一大群人一起騎車 所以這個車速也會變得比較慢一點 整路大概20到40之間慢慢騎乘 從入口處進入之後 其實感覺不出來這條路 有什麼問題啊 從兩邊的景色來看 當下我自己是覺得我好像想太多了 應該全線暢通OK的啦 喔 松鼠耶 喔 好多隻喔 好多隻喔 好可愛喔 喔 來來來 我之所以很喜歡197線道 某一小部分 是因為這裡的非鋪裝路面 可以騎得很爽 而另一大部分 則是因為這裡人煙稀少 加上這一次 一共去了五六次了 每一次在騎乘的時候 一個人都遇不到 也因為沒有什麼人會經過這裡 大自然也正在慢慢的收回 對這一片地區的控制權 看著松鼠在樹上跑上跑下的 聽到車聲卻一點也不害怕 空拍機飛上天空之後 四周的零像 也和前幾次來到這邊的時候 看到的 天差地遠 就在往前騎了大概20分鐘之後 我最擔心的事情 終究還是發生了 什麼事 在這裡 上衣物 1號 1號 2號 1號 1號 2號 3號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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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真的太扯了 真的没办法过了 木车应该从这边到底下 感觉应该有120公尺 因为它到最下面的那个溪谷 真的是有点夸张啊 这197可惜啊 这次就只能这样好不好 亏我还很期待就是这个197的行程 就没想到 各位你看 这边它的路 这边没有土 所以代表说它是下雨 然后这一边 我现在走的这个路面的这个地基 是直接整块就直接不见下去了这样 真的 哇 这个大自然真的是非常夸张啊 所以我们要抱持一个敬畏的心 这么漂亮的地方 原本都是有树啊什么的 然后就跟我上次来的时候 真的差非常非常多 原本都是绿绿的啊 然后现在变光秃秃的 好啦 可惜啦好不好 不过我们就等它修好再来 它一直都在 所以我们也不用着急于一时 下次再来啦 这天是9月16号 从宝华进入碎石路面之后 大约3K 就会遇到这个路基流失的路段 因为从我们这个方向要往路野 会先遇到崩塌的不是那么完全的路面 所以有时间减速 如果是从路野那个方向要往宝华 那这个崩塌点 就是在一个上坡处 有点车速 加上你不注意的话 蛮有可能会来不及刹车的 所以如果你身边最近有朋友要去台东 也想要去197线道的话 可以把这个资讯告知他 而197线道 因为沿途经过的住家比较少 所以我觉得这个崩塌点 应该是要等好一阵子 才会修复了 所以啦 今天的197线道 就只能骑到这边了 不过这样也好啦 不然一整团人在下午4点半才进入 骑完这14公里 也不知道出碎石路面的时候 会是几点了 离开197之后 我们沿着台9线 回到了台东市区 今天的晚餐 打算跟大家 在民宿直接客起来 所以这一次 还要感谢另外一位 没有报名到的观众 赞助我们一整群人的晚餐 请问现在这个地方是哪里 怎么齐齐我们来到的一个厨房 我们现在在崇廷兄家里的厨房 因为这一次啊 这一天晚上的晚餐 是由这个苗栗 鲁蛇提供的 一开始的时候 他跟我讲的时候 其实我有点不好意思 他也没有给我钱 我也没有给他钱 然后就是他一次 就要赞助10个人的晚餐 那我觉得这样可能不太妥 不过后来呢 我还是很厚脸皮的说好 他又寄了那个试吃的给我吃 然后吃完之后 我那天他蒸蒸吃完 我觉得其实蛮好吃的 当然他有说就是 可能可以不用帮他打广告 就是他只是单纯很 支持我们这个 带观众去骑车这个理念而已 因为就是我们让更多人 出来骑车嘛 所以他就非常的感动 他赞助了十四人份 牛肉面 然后什么豆干啊 牛腩啊 牛肚啊 然后牛筋啊 那都是一整包超多 然后我们绝对是吃不完那一种 不过呢我们这几天 还是很认真的在吃它 其实昨天就已经有吃了 我觉得我应该是要找人来煮才对 为什么是我自己在那边煮 这个台中料性大厨 重点是我煮的东西 我不确定我煮回去之后 他们到底是是不是ok的 他那个水饺就是有点像是冷冻的 水滚了就直接丢进去 其实非常方便料理啦 然后牛肉面也是 面就是这样一包的 牛肉汤也是这样一包的 然后就是就直接隔水加热 就是这个水滚了之后直接丢下去 我们昨天还去台东的餐具行 买了一个这个碗 准备要做生意了 很简单啊我觉得就是他这种的话 其实我觉得也蛮适合就是如果你今天 骑摩托车然后你是刚好可以载东西的 冷冷冷 保冷带装一下然后你就可以到某个地方 假设你有去野营啊露营啊 甚至是去住饭店啊都可以用 非常方便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就是 呃大公公骑车什么 就是他们都说他们是来度假的 因为我们要把他们照顾得好好 跟我们出来玩 对 然后现在呢我们就先 把它全部弄一弄 弄一弄等一下我们就回饭店 就可以开吃了 因为我现在肚子其实有点饿 很感谢这只卤蛇 赞助我们一行人晚餐 在我的巧手下 煮了卤味 水饺 馄饨 还有牛肉面之后 我们把晚餐再回了民宿 接着就和大家一起吃晚餐了 我只能说啊 我买的这个碗啊 真的是一拜一拜 装的面也刚好 这间呢他叫做卤蛇 吃卤蛇大家变卤 赞 就是我们晚餐了 等一下准备要开课 狗哥 好吃吗你觉得 嗯 蛮好吃的 那为什么你吃了这么少 我觉得慢热一点 你觉得慢热是不是 好吃吗你觉得 好吃啊我都吃光了 他说好吃我才相信 因为他全部都吃光了 这个说好吃我是不太相信 你根本只有喝汤而已吧 我们都是开始吃的 我们都是开始吃的 你怎么吃那么慢 我猫蛇的 没有因为你吃卤味 那代表卤味是好吃的 对 都好吃都好吃 晚餐过后 这次很感谢波比哥 还有各位观众 他们每个人 都说了一点感谢我 还有珍珍的话 算是晚上的感性时间了啦 其实我觉得在这次活动中 我基本上也只是跟大家骑骑车 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啦 最近在让观众骑车去3D门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有位观众说看到我很紧张 很害羞 当下我心里 其实也只有一个想法就是 其实我真的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人 只是真的很爱骑摩托车 这样而已 所以其实看到大家出来骑车 骑得这么的开心 我也真的乐在其中 这样对我来说 其实就是最好的感谢了 反而我还要跟各位朋友说声抱歉 因为路程中 我真的很常停下来拍影片 让大家在太阳底下等我 不过出游到现在 大家也都人很nice 没有人在催我 很感谢大家啦 这个夜晚呢 就在大家的感性下 愉快地度过了 各位朋友早安 现在是我们行程最后一天 目前时间9点20分 那其实原本今天我们排的这个行程呢 是9点就要出发了 但是因为呢 刚刚要出发前呢 下了一点点雨 然后又加上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慵懒啦 就是我比较慵懒一点 毕竟是行程最后一天的嘛 还是会有点不太想要回家 呃今天排的这个行程啊 原本一开始我们是排在这个太马里 可是就是因为刚刚下了一波雨之后 我觉得那上面的路可能会有一点 因为路幅比较窄 然后又都是水泥路面 今天我们是这么多车一起上去 会有一点小小的 比较危险一点 所以后来我就把这个行程呢改成了 我们等一下呢 大概10点的时候出发 然后往东河过去 然后去吃东河包子 然后顺便太原幼谷那边走一走 走完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在那边原地解散 就是最后一天我们的行程 大致上就是这样 去完东河之后 我们就要回台中了 然后在台中这边呢 说真的我也没有什么朋友 唯一的这个朋友呢 就是我们的普悠玛一杰出车 爱心觉罗哥 感谢你提供那个你们家的那个 造咖 中间出发 欸很温馨欸 非常感谢 在第一天我有跌倒嘛 对 然后方向灯啊 或什么就是有歪掉快掉 意气相挺 帮我弄那些 然后帮我乔政或是干嘛 真的是 零食祭司欸 对啊零食祭司欸 真的非常有爱心 真的很感谢真的 周六周日 我们赶快伸出一支拉杆 对啊 而且还是晚上欸 我们晚上12点在民宿门口修 说真的啦 因为其实我们这趟 你说我做很多事情嘛 我觉得其实真真 帮我统筹的比较多一点 因为民宿也是他定的 然后 我就只有稍微排一下行程而已 除了真真以外 第二个大概就是崇廷 崇廷胸了啦 真的 因为真真没来 我知道一定有很多事情 没有办法做 对啊好啦 然后我们崇廷胸了 等一下就要先回去了 他就没有跟我们去东河了啦 感谢 你收到吗 你往那边走 我往这边 1 2 3 旅程的最后一天 又到了依依不舍的时候 举办活动以来 我似乎也变得越来越贪心 从一开始的两天一夜 到三天两夜 再到四天三夜 整个行程的时间 也拉得越来越长 不过每次到了最后一天 就是永远都会嫌时间过得太快 加上台东市区这时候 飘下了一点点细雨 所以这个早上 其实我还蛮没有精神的 可能是老天爷 看我都已经骑到不想回家了 所以在我们出发之后 雨还是没有下下来 沿着台11线 我们一路往北 准备前往旅程的最后一个点 东河 熟悉的台11线 骑起来一样舒服 在东河肉包吃了一点早餐 最后我们一行人 来到了太原幽谷 这里 也是我们行程的最后一站了 这边算是最后一站了 等一下呢 我们就要原地解散 各自回家 往北的呢 就走苏花北夷 据说会塞车 往南的呢 就走南回 今天呢 应该车也会很多 也要很感谢这个波比哥 对 帮我们就是也搞了很多 有的美的杂事 非常感谢你 下次应该还会想要来吧 一定要的啊 支持一下一定要相挺的 是因为支持才想要来 不是因为觉得好玩才来 好玩啊 重点还有酒配合 重点还有酒配合 舒服舒服 很臭 非常的臭 真的 好啊那接下来呢 等一下呢就回去 要各自改车修车壳的 就直接那个处理了 好不好 希望下一次我们不要再骑到团灭了 哈哈哈哈 123 拜拜 这一次带观众去骑车 虽然我们从原本预期的切地瓜环岛 变成了台东 但是冒险的精神依旧 看到了很多我以前到东部 愁眉看过的风景 认识了吴大哥 第一次参访私人公寮 真的五星级啊 虽然旅途中有点雨 有点熄火 起到路断掉 甚至还有一点小意外 但是我觉得 可以跟大家一起骑摩托车出门 真的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回到台中之后 也马上再约了一团12月的骑车活动 所以啦 我们到时就 12月 武岭见啰 欢迎来 I could run forever to get a minute just a minute every time If this is what it's like I could get used to late nights Dance in my place I could get used to long drives Cave rides in your place I could get used to Be fighting just for the hell of it And you putting up with it Cus you're the mean bitch Late nights Dance in my place I could get used to It's taking the good with the bad Never had something like this I'm so glad that I found it for you in the dark Love on the weak and I'll repeat We're just another cliche But who cares anyway? I could get used to late nights Dance in my place I could get used to long drives Cave rides in your place I could get used to Be fighting just for the hell of it And you putting up with it Cus you're the mean bitch Late nights Dance in my place Dance in my place I could get used to late nights Dance in my place I could get used to long drives Cave's the cap Cave's the cap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哦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這邊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哦 我是魯特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